梵蒂冈是一样的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什么 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说什么 国际之间重要的冲突点 那这个冲突点和我们刚刚讲的这几大教派 同样注意看 犹太教 回教 天主教 基督教我们刚介绍的这几个 对不对 你们注意看他们都和耶路撒冷什么 这个地方 他们不管是他们的真主 也好或者是他们的 教长也好 你们注意看释迦摩罕默德 对不对 这些什么通通在这个地方 什么停留过 对不对 所以对于耶路撒冷的这个地位 就等于说 他们每一个宗教的什么 圣人也好领导者也好 都在这边什么停留过 不管是谁在这边发迹也好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的确什么 对于我们刚才讲的那几大宗教呢 大家都在争夺这个圣城呢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只有以色列还有什么 巴勒斯坦在争夺这个圣城 其实各大教派什么 各大宗教呢 西方的老师刚介绍的各大宗教呢 他都在争这个地方啊 对不对 而且什么争谁的影响力比较大嘛 谁可以掌控谁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老师刚讲说他们自己各打各的啊 存就这个地方呢 他们也要什么啊 也争论不休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稍微可不可以再拉近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对面全景图啊 对可以让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的一个情况啊 同学注意看啊 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宗教呢 内部又有很庞大的什么 我们所说的基本教义派 因为刚才这位同学讲的很好 这伊斯兰国我们说他是恐怖分子 对不对 那同学注意看哦 天主教里面 或者是这几个教派 这几个宗教里面 当然恐怖分子的定义 各家说法 不见得全然一样 那我们就先暂时把它定义为 使用武力来贯彻自己教义的这一些人 我们说宗教界的什么 恐怖分子也好 或者是激进主义者了 好了这样子可能比较能比较 客观一点反应 也就是说他使用武力什么 来行销他的什么 主张强迫大家接受 同学注意看 那这个绝对不是只有伊斯兰文明 才如此 你们注意看 天主教难道没有吗 反倒是从他那边分裂出来的基督教 倒还好一些 同学思考看看哦 天主教难道没有所谓的激进分子吗 爱尔兰的什么 爱尔兰的共和军 是什么啊 看到没有 那当然后来什么 因为什么 英国和他 英国也让步了嘛 对不对啊 所以接受他们很多主张 所以现阶段什么 同意放弃使用武力 所以你们注意看 英国现在议会里面的新分档 就是什么 爱尔兰共和军 大家什么 后来同意什么 因为大家各退一步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注意看 爱尔兰的什么 爱尔兰这个地方是非常 你可以讲 有一般老百姓 有非常多是非常虔诚 但是对于天主教的什么 主张是非常非常坚持的 那当然有一些 以前就是什么 使用武力来什么 对付什么 英国这个新教国家嘛 对不对 英国其实算是基督教了 是新教 只是他称为英国国教 好 那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 只有什么 伊斯兰文明里面 才有使用武力来什么 贯彻自己的什么 主张的这些人 天主教 那当然犹太教里面 也是有啦 对不对 也是非常激进的 也是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 这个情况 好 那接下来 可以再往下看好了 不用看照片 接下来就是一切 好 好 那可以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进一步来看 那为什么 我们说欧洲呢 从三十年战争之后 他所处理的问题 就是人民领土主权 所引发的纠纷 那好 好 我们先来看啊 我们说二十四 欧洲从一六四八年 一直打到二十四夜大战结束 对于欧洲来讲 的确是毁灭性的 不管是战败的德国 或战胜的其他国家 全部是毁灭性的嘛 对不对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同学注意看 这就是老师一直强调的 人类历史发展 从古到今 中外接然 不是幸福快乐的走到今天 基本上是杀戮 我们也是踩在前人的什么 尸骨上往前进的 那只有在什么 你打不赢我 我也杀不光你的情况之下 大家各退一步 成就了什么 人类的文明史的一小步啊 看到没有 所以欧洲呢 从古也是杀到什么 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那其实在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一次世界大战 也是毁灭性的啊 对不对啊 只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 更惊人 那好 所以欧洲那个时候呢 同学注意看 有一些 不管是思想家也好 政治家也好呢 也开始反省啊 也就是说 那我们是不是 要想个办法 因为我们这种毁灭性的 把我们欧洲 不仅是人 的损伤 把我们所建构的文明体系 也自我瓦解了嘛 对不对啊 那往后 要和美国 亚洲 这些国家来竞争的话 我们欧洲的 还有还剩下什么东西 可以跟人家竞争啊 如果我们现在 不再各退一步的话 对不对 那你凭什么 还跟别国竞争 然后又是什么 具于一个主导地位啊 对不对 我们看欧美国家 动不动喜欢什么 说他们欧美的价值 多么的优秀 多么的杰出 然后来教训我们 这些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的食人族 是不是啊 动不动就教训我们 我们的欧美的价值 你的价值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也什么 开始反省 就说 那我们这样子杀来杀去 对不对 我们这种人 牵扯到就是民族主义嘛 那民族主义 基本上是什么 走到极致的话 一定是排他的嘛 对不对 举例来讲 我得意志民族 我觉得我最优秀啊 对不对 那别的不说好了 远的先不说好了 你看旁边的杰克 你比我差那么多 结果你的领土 也不见得比我小啊 对不对 然后你也不善待 我们的什么 得意的什么 杰克人啊 所以同样看到没有 后来希特勒 往外发展什么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借口 就是什么 杰克苏台德地区的 德国一的杰克人 被你们杰克欺负嘛 然后被杀嘛 对不对 那当然事后证明 是他派人去把他杀的嘛 他挑起战争嘛 对不对 我挑起来 我才能够往外出去 我才能够什么 因为透过民族主义 我内部才能够什么 掀起德国人的什么 向亲力啊 对不对 然后支持希特勒 往外开打呀 对不对 所以呢 当时很多什么 欧洲一些国家的这些 思想家也好 政治家也好 很多一些人 这当年被希特勒 赶得逃到瑞士的 这一些瑞士还有北欧 因为同学注意看 我们知道 北欧国家 大概两次世界大战 他都躲掉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我们说 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不是我们想象的美国 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基本上是在北欧 还有一些中欧国家 就是说他躲掉 两次世界大战 他都躲掉了 然后他的各方面的发展呢 一直有在持续进展 所以呢 那边的环境是比较好的 那瑞士呢 同学注意看 中立国不是自己 关前门来说 我要当中立国 就是可以的 他也需要什么 国际社会的承认 那瑞士 同学注意看 是全世界到今天 唯一国际公认的什么 永久中立国 那同样的道理 那也是他自己说了算吗 不是的 也是欧洲历史上 你们注意看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打来打去 然后再加上当时 皇室的什么 通婚 这三个国家 打背后牵扯到 结盟的国家 这样子打来打去 注意看 也是打的什么 伤痕累累 但是没有打出一个 绝对的胜负 所以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大家各退一步 那真是各退一步啊 才有一块土地出来嘛 那这个土地上面的人民呢 为了维持 因为我让你建构一个 瑞士中立国 就是要维持一个 和平的秩序嘛 所以内部的 典章制度的设计 也必须这三 因为领土上的人民 也是德国人 意大利人 还有法国人所组成啊 对不对 所以好 这三个国家呢 各退一步 让出来一块土地 那这上面的人民呢 德语 法语 意大利语 照样讲 所以意大利的官方 瑞士的官方语言 也是三个 然后政府的体制呢 也是 联邦 大家什么 各个省的 省长的权力最大 但是一个国家 总要有个总统 对外代表嘛 对不对 那这个总统呢 由省长轮流 当两年 所以瑞士的总统呢 他基本上是一个 礼仪性职的 那实权呢 是这个什么 省长组成的一个委员会 做最高的决策 所以到今天 瑞士得以发展成 富裕先进的国家 就这三大逐一 什么 大家公平 你的语言 我的语言 他的语言 也都是官方语言 看到没有 反正大家都是平等 那国际之间 那国际之间也什么 承认 确保他什么 当然他已经到今天 也已经八百多年 快要快要什么 九百年的什么 这个永久中立的地位 那所以同学注意到 这个情况 那好 也因为他的这个什么 中立的这个情况呢 所以你们注意看 敌对的国家 要进行谈判 或交换战俘 你们注意看 欧洲 或者是大家所熟知的 哪一个民间组织 是源自于瑞士 特别他在战争期间的作用 他的公信力 大家也都比较相信 对 非常好 红十字会 看到没有 他对于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的贡献 因为我们知道战争期间 有些真的是非理性嘛 对不对 那终于在战争期间 达成了一个小理性呢 局来讲 交换战俘 大家什么 各自休兵两天 你说了不算啊 那我说了也不算啊 要有个监督单位啊 或者是来执行的单位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同学注意看啊 他就不可能是别国的什么 民间团体嘛 也就是当时欧洲国家 都承认的瑞士的 所组成的这个民间团体 红十字会出面来处理 大家猜什么 都接受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 为什么瑞士这个红十字会到今天 他可以在全世界发展出他的知会 分布 就是因为什么 他的总会是国际确保 国际什么 认可的一个具有公信力 特别在战争动荡冲突的时候 他的公信力 是大家都接受的 所以国际之间陆陆续续发展出来什么 在战争冲突中的救助啊 各方面 大家只接受红十字会 道理 背景就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欧洲这一些 都逃到瑞士去了 这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都是德国抓狂了嘛 要往外扩张啊 所以被德国什么 要逃离德国掌控的这些欧洲 很多国家的政治人物 思想家 文学家 艺术家 什么都往瑞士逃 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同学注意看哦 希特勒对于瑞士也不见得客气 但是基本上他也什么 他也接受什么 瑞士是永久中立国 所以同学注意哦 为什么瑞士银行里面 会有这么多 当年被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什么 不管是存款也好 或者是宝贝的古董也好 为什么都存放在瑞士银行 一样 就是说当时希特勒 他也他也承认 瑞士是中立国啊 所以他虽然对瑞士 也不见得很客气 但是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 他是遵守的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这也就是最近这几年 美国的犹太一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什么 美国很多的大资本家 你注意看 他的背景带都是犹太一的 那这些人呢 对于每次选举嘛 对于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瑞士银行把当年这些犹太人的存款给交出来 因为那些人有些被希特勒已经迫害死了 对不对 那变成无阻了 那为什么会变成无阻啊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会说奇怪 老师我不是有存款簿吗 怎么叫无阻了 还要动用政府来帮你 讨债 要把存款要回去 那但是你有存款簿啊 死了就应该你的你的亲亲属自己去处理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政府出面 甚至海外海外的强势的什么 侨胞帮你出面 好那你说说说看 瑞士的银行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他需不需要存款簿啊 啊 要存款簿啊 那当然一定要 银行我们想看嘛 现在就算没有存款簿 也有那个刷卡的 对不对 总是要有个 户头吧 对不对 那瑞士呢 瑞士银行 因为我们知道瑞士的金融服务业也是全世界排在前面的强势嘛 对不对 好 同学注意看啊 瑞士的银行呢 基本上分为两大类 其实现在后来很多国家也学也大概也都是两种 一种是什么 就是你本人来 就像我们常态去邮局开个户头 对不对啊 然后你每次去领钱的时候去什么 拿个存款簿 对不对 或者是有那个卡嘛 对不对啊 你自己去提令 但是你要一个号码 对不对啊 那瑞士呢 同学注意看啊 所以这就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 工业革命什么 发自于欧洲 我们知道 所形成的近代的生产模式里面 要有什么 技术 前面要有资金 前面要有人力资源 对不对 然后什么 后面要有燃料 然后市场 对不对 那常态之下我们现在也懂了 经济的根 是金融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些国家 太早就懂得什么 要掌控银行体系 要掌控资金 看到没有 所以对于资金的流动 往哪流 要高度保密 来获取自己的极大利益 因为同学注意看 银行基本上是什么 全世界的银行 是不是都做五本生意啊 我们的钱给他 放在他那边 然后他拿我们的钱 去投资 对不对 然后他赚了钱 给我们一点小利息 对不对 所以他实质上 他根本就是做的五本生意啊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不是希望 大家给他的钱越多 他可以去投资 也越多嘛 对不对 然后回给我们一点小利息 所以银行赚了钱 而且是五本的 没有本的 他拿我们的钱去 对不对 所以瑞士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好 那钱越多越好嘛 对不对 那我呢 我也不问你这个钱 是哪里来的 对不对 钱有黑道也有白道的 对不对 所以瑞士他的银行 他处理就是什么 我不问你的金钱来源嘛 对不对 你只要愿意把我钱存在这个地方 那你也希望我保密 大家看到没有 瑞士他银行影响力这么大 靠的第一就是什么 我不问你的钱的来源 第二我帮你绝对保密 不像有些我们台湾 我们不讲哪个银行啦 反正就是 我们反正好像都是负责大嘴巴的人 坐在第一线的 对不对 所以没事跟你聊天一下 说某某人好有钱喔 什么的 那这个绝对要被解聘了 在瑞士银行里面 对不对 你不帮你的客户什么 保密啊 对不对 所以他靠的是绝对保密 甚至保密到最后什么 同学注意看 你第一次来处理 对不对 给你一组号码 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你这个 你也不必来 你随时打电话都行 但是你报不出这个号码 就算你本人来 你也拿不到钱 保密到这种地步 看到没有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资金流动嘛 那当然以色列 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如此 所以他很 因为希特勒那时候 绝对追杀犹太人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很多钱都存到瑞士 那为什么直到最近呢 同学注意看 就是国际金融风暴 因为瑞士呢 这个银行这个体系呢 他帮你绝对保密 他不问你金钱来源 绝对帮你保密呢 的确在全世界吸引了 非常多的什么 各行各业的 正派的钱 还有什么 不是正派的钱 他真的吸引了非常多 那当然有助于他投资嘛 对不对 那这种要求绝对保密的同学 注意看哦 没有利息 看到没有 所以你们看瑞士有些银行 是不是什么 那不是赚翻了吗 我用你的钱来赚钱 结果你连利息我也不给你 我就凭着我这个什么 把嘴巴缝起来 如此而已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要把一个人的嘴巴缝起来 还多难啊 没有这么大的金钱诱惑 都还做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只是把我嘴巴缝起来 就换了你的什么 钱放我这 而且还不给你利息 那所以什么 他真的是绝对保密 所以到最后什么 陆陆续续什么 同学注意看 美国在美国犹太医的这些 有影响力的国家什么 对于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那施加压力一开始 同学注意看 因为美国也有很多什么 有影响力的人的钱 也是放那里 所以一开始 施加压力也没有用 一直到什么 同学注意看 金融危机 那大家也对什么 不仅对这个执行长 这些人说他是肥猫之外 那大家也开始理解到 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美国啊 以色列联手施压 瑞士才开始处理这个问题 把他们研判 应该是犹太人的资金呢 陆陆续续 有后一的来临 没有后一的就给什么 以色列政府 那当然瑞士银行的 这方面的业务 也受到重大冲击 表示说你嘴巴 居然也被敲开了嘛 对不对 好 那但是呢 那个时间点的瑞士 的确是欧洲异议人士 被希特勒迫害 他无立足之地 大概基本上的确是跑到瑞士去 那在那个时间点呢 大家也忠于承认什么 欧洲的民族主义啊 是一个太严重的问题了 所以呢 大家必须是什么 反民族主义 而且要反什么 希特勒 还有什么 意大利 莫索里尼啊 他们这种什么统治方式 绝对的什么 独裁 所以同学注意到 这个情况啊 好 那我们说 当时他们反对 对不对 那在瑞士 大家痛定思痛 理解到 这个民族主义问题 把我们欧洲害惨了嘛 那光理解没有用啊 对不对 光理解一下 大家开个学术研讨会啊 办一办 好像发发牢骚 就结束了 那这个是没有用的 所以同学注意看 当时在瑞士呢 他们就有在讨论 因为战争 毕竟有结束的一天嘛 那我们战后 我们欧洲该建构 什么样的典章制度 那 1648年以来 建构的这个 主权国家的概念 也把我们给毁了嘛 那我们是不是 要做一点调整 或者 是老实敢讲的 修补啊 或者是干脆把它废掉呢 从来呢 那从来引进宗教势力 大家是绝对不要的嘛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调整 那调整 同学注意看啊 一举来讲 德国人 意大利人 法国人啊 荷兰人啊 这些 大家各自拥有国家主权呢 这个东西呢 大家不愿意放 但是理解到民族主义 真的是什么啊 是一把刀的情况之下 好 那是不是大家要妥协啊 对不对啊 所以当时有在讲 就说 那我们是不是想一个新的政治模式呢 制度啊 法规啊 的这个建构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当时是有在讨论啊 甚至里面其中什么 陆陆续续后来对于欧洲影响的人很多啊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把丘吉尔英国前当时我们知道 20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首相就是丘吉尔 对不对啊 那同学注意看 丘吉尔的论述 包括到今天对于英国脱欧都是有影响的 啊 为什么这么讲 或者是说英国还没有脱欧之前 始终对于欧洲整合他都是质疑的态度 虽然1970年代加进去 但是他始终什么 好像不全然认同这个啊 就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 丘吉尔当年呢 也认为什么 欧洲国家你要解决什么 这个民主主义的问题 让大家能够和平相处呢 的确啊 要整合 那整合成一个单一国家啊 欧洲合众国 他是这么提的 但是 我英国不参加 他当时就这么讲 英国为什么不参加呢 同学注意看 这就是今天这些脱欧的人 同样这么想的 但是呢 已经时空已经不对了 同学注意看啊 丘吉尔同学看到没有 1946年 丘吉尔讲这个话 那个时候什么 英国还有庞大的什么 大英国协 有庞大的会员国分布在全球啊 那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 虽然并不必然各个国家都是高度工业化嘛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哦 新加坡今天是不是还是大英国协的成员呢 澳洲 纽西兰 都还是哦 到今天都还是哦 不管中间是不是想要脱离了 但是都还是嘛 那但是那个时候的向心力还蛮大的 啊所以同学注意看 所以丘吉尔说啊 我们虽然英国算是战败了 而且什么 二世纪大战结束以后 确立什么 美国作为什么 世界的强国是正式确立了 啊因为美国之前也是大英国协的下面的嘛 对不对 英国的那不用说了 英国的前殖民地嘛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就等于说全世界最强的国家从英国转移到美国 但是同学注意看 美国当时什么 再怎么强 二世纪大战结束以后 美国实力再怎么强 没有英国建构大英国协鼎盛时其强 为什么 因为英国当时 你们注意看 英国建构大英国协 全世界除了欧洲大陆这些 跟他平起平坐的这些老牌 工业革命国家之外 全世界他基本上全吃了 只有哪 哪些地方他没有全部吃下来 大英国协分散全世界啊 不是吗 大声点 不用想太远 就在鼻子前面 啊 亚洲马国 对啊 就大陆啊 当然你说香港被拿走了嘛 对不对 鸦片战争被抢走 割给他了 对不对 那 还有一个呢 刚才也都提到了 日本的确没有 没有 还有大国 刚才提到了 俄罗斯啊 非常好啊 看到没有 那当然你说以前 经由皇室通婚 他们是有 有那个 但是没有被他掌控啊 对不对 那你说大陆 贫穷 破败 再怎么样 八国联军 都把他什么 好像想要瓜分他 也把他真的搞得 贫穷 破败 但是你就是 没有实质的什么 实质的什么 最终吃下他来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们注意看 为什么这 这几个国家 一直走到今天 跟他什么 都是竞争的对手嘛 但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 不仅英国 这也就是为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欧洲这些老牌国家 有机会能够控制俄罗斯 控制中国 他们绝不手软 绝对是一波接一波的来嘛 看到没有 以前用军事达不到 更早之前用传教士 后来用军事 今天商业 还有什么 各种手段死尽了 对不对 都搞不下来 但是有机会 绝对什么 再出手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这个情况 那丘吉尔当时就讲了 我这英国呢 这么强盛的情况呢 在二十四世界大战 结束以后呢 我承认 恐怕被美国取代 所以呢 我英国 一定要和美国保持互动关系 良好的互动关系 因为什么 我英国要能够长期发展下去 唯一生存之道就是永远要和强国走在一起 所以那个时候的强国 基本上他们比较认同的就是美国嘛 对不对 俄罗斯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欧美国家 一有重大事故就联手起来要对付俄罗斯 就等于说这个庞然大物啊 这个北极熊啊 让他们头疼 就说你怎么搞他 就是没办法把他吃解掉嘛 看到没有 而且好不容易什么 在1990年代终于大家觉得好像要把他搞垮了嘛 对不对 真的也垮了 对不对 国家分裂嘛 对不对 苏联瓦解啦 对不对 那里面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 对不对 没想到 没超出30年 又跑出一个普丁 对不对 权力又把它翻转什么 虽然没有说变成世界强国了 但是把国家什么 往下什么崩跌的情况给止住了嘛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他们始终什么 对付不了这些国 肢解不了 所以丘吉尔当时 他想说 我们英国只要和美国走在一起 然后加上海外的大英国协呢 我们是什么 比起你们这些欧洲 产胜的德国 产败的德国 还有产胜的法国这些国家搞在一起 你们是要来占我们的好处啊 所以我英国不加入啊 看到没有 但是呢 你们自己要组成一个合众国 免得你们又打来打去 把自己搞毁灭掉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丘吉尔的这个概念 一直到今天在影响英国非常深啊 所以英国对于欧盟的这个态度呢 始终是若即若离 但是今天的英国人呢 最后搞到脱欧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 你基本上还是活在过去的光荣嘛 大英国协在1946年代的确还存在 但是同学注意看了没有 搞垮大英国协的就是美国 看到没有 因为你英国你要和强者走在一起啊 对不对 好你跟美国走在一起对不对 那丘吉尔当时也承认了 我们英国要和美国死残烂打的抱在一起 但是丘吉尔也提醒英国人 美国人不需要我们 我们对于美国不重要 但是美国对我们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跟他抱在一起 死残烂打也要抱在一起 对我们英国才有利 那但是没有料到 同学注意看 你那么大的海外 这个英国国协 海外这么多殖民地 那当然现在不说是殖民地了 说是会员国了 对不对 美国难道不想要吗 对不对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20世界大战 为什么那么多前殖民地国家 独立 你们注意看 就是美国鼓动他们去独立啊 这些一独立了以后 你英国就垮了嘛 还有欧洲其他那些老牌殖民国家 全垮 看到没有 就是美国在背后鼓动这些殖民地什么 你们要独立战争 然后把你的前殖民国家什么 通通什么扫进垃圾堆里 看到没有 所以真正把英国搞垮的就是美国嘛 所以呢 你今天的大英国协 基本上只是一个外壳而已 甚至英国什么 自己的老百姓前一阵子也在什么 抗议啊 别的不说好了 新加坡就不用讲了 印度以前贫穷落后啊 但是现在印度是不是也改善了 对不对 那我们作为大英国协的领导国 我们还要去补助英国 其实去补助印度 其实印度应该补助我们才对啊 对不对 所以陆陆续续老百姓也什么 也有一点意见啦 那像澳洲 纽西兰已经好几届的什么 全国大选的时候里面重要的一个争议点 就是是不是要搭配一个公投 公投什么题目呢 就是脱离罢英国协 已经好多年了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个英国县这个女首相 Teresa May 前几天去澳洲 而不是杭州开这个G20会议 对不对 她当然为了维持住英国的面子啊 所以她主动讲说 哎呀澳洲说要跟她签自由贸易协定啊 什么的脱欧之后 澳洲马上跳出来否认 就说要签的话也是什么 你跟欧盟谈好了以后 你退出欧盟 你跟欧盟谈好 我要看看欧盟给你什么优惠啊 因为同学注意看啊 全所有的大英国协成员国 对于欧洲的投资 或者是说欧洲的总部 全部放在伦敦 所以你一旦脱欧 别人是不是要全部搬家 不得不搬啊 因为我跟在你英国后面 我欧盟的好处都拿不到了 所以同学不要小看英国脱欧啊 所有这些大英国协的成员 现在就变成要跑出来自己和什么 是不是我自己和欧盟要谈自由贸易协定 或者谈什么样的互惠 降低关税 全部重谈啊 看到没有 甚至连非洲大英国协里面 不是有很多在非洲国家吗 他们也紧张吗 对不对 变成说什么 我们也要和欧洲国家重谈呢 对不对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小看什么 因为英国不是不是 毕竟啊 同学注意看工业革命 近代的工业革命是从他那边出来的 所以他的确也有很多非常好的 制度面 或者是什么 科技面 人文方面的也必须很强嘛 因为你没有人文就没办法谈科技嘛 对不对 你光谈科技不谈人文的话 那就只能做代工嘛 对不对 你没办法有原创 没办法创新嘛 对不对 别的不说好了 老师一直听 大家喜欢用Facebook Facebook为什么不是你我发明的啊 或者是说Facebook这个Tuckerberg 左克博还是什么的 台湾不晓得翻成什么 他什么 他为什么想着 他不是学理工的啊 对不对 他当初最简单的概念 就是想要什么 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能够跟在别的房间的什么 兄弟姐妹能够经由电脑 能够什么 联系嘛 不要跑出房间 对不对 他就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人 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概念啊 对他不是学理工出身的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科技 你不谈人文 你没有办法谈科技 你也可以谈的 只是代工那个层面 技术层面 没有科学这一面 董老师的意思吧 所以英国在这方面 真的还是什么 非常强 那但是现在就看 你退出来了以后 你可以提供给大家什么 这是大英国协成员国 都在问的一件事嘛 对不对 那丘吉尔当时非常自豪啊 我还有大英国协这么多的地方啊 这么多的资源 我干嘛要跟你们欧洲这些什么 哀鸿遍野的这些国家来建构什么 欧洲合众国嘛 对不对 所以同样注意到当时丘吉尔的概念 影响到英国直到今天 只是说大部分的英国人呢 还活在过去的光荣 所以呢 他总觉得 我这个英伦三岛 虽然孤悬在什么 大西洋上面 但是呢 眼前的这块欧洲大陆 这里面的东西呢 不要没关系 因为我们海外还一大堆啊 对不对 那但是这个海外的这一大堆呢 陆陆续续 也不全听你掌控啊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纽西兰前几天第一就发 发难了 也就什么 我们纽西兰 应该建构自己的共和国 退出大英国协 因为现在变 不晓得参加大英国协 有什么好处啊 对不对 那我们退出来 我们直接和欧盟打交道 我们为什么还要经过你英国啊 看到没有 所以丘吉尔的当时的观点呢 影响了英国人 到今天啊 那当然 对 对于英国来讲 的确现在是何去何从 因为我们知道英国历史的发展 其实同学注意看 他们始终没有真正统一过嘛 所以妥协的结果 英国的国民是 The United Kingdoms 三大皇室的什么整合嘛 对不对 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斯 在历史上也是打来打去啊 最后妥协嘛 所以你看英国这国家的名字 你就知道他未曾真正统一过嘛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他退出欧盟确立了以后 苏格兰马上什么 大概两年之内要办一次什么 脱离英国的公投啊 看到没有 因为在历史上我们也没有真正的统一嘛 即便是用战争也没打出一个统一的局面啊 所以有机会什么 我们当时愿意各退一步 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斯 这三 对不对 这三大 这个王室 大家愿意各退一步 维持一个和平的秩序 从事什么 比较繁荣的经贸活动 大家都得到好处 才组成这个联合王国啊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好处没有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联合在一起啊 我去找别人联合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们注意看苏格兰的那个什么 那 他什么 英国脱欧公投成功以后 他马上什么 赶去布鲁塞尔表示什么 希望什么 他那一部分留在欧盟 看到没有 因为我们这边 你看我们这边公投 即便是公投 我们这边要留在欧盟里面的公投的 票数是最高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没有要脱欧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你们看英国的名字 全民 你们就知道 他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其实什么 也是问题重重哦 并不是很和谐 同样的 你们注意看 欧洲即便这么多小国 但是还是蛮多小国 是经由妥协才变成一个小国的哦 要不然可能是更小的小国 另外一个案例就是 荷兰 同学注意看 荷兰的英文名字是 The Netherlands 复述 表示什么 也是好几个小省什么 最后大家同意 各退一步 减关税 或者是零关税 大家都获利的情况之下 才愿意 结盟哦 所以你们注意看 欧洲有一些国家的国民 你注意看 是复数哦 所以这就表示什么 他们的历史发展的进程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好 今天讨论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或有意见 我们现在有铃声了是吧 还是 还是只有海科院这边才有啊 就听没有嘛 所以不错 这边还听得到 好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吗